中風患者在講話的時候 你請他做一個表情 這樣子一一 那會看到這個法令紋 只有一邊有出來 那一邊是平的 這邊法令紋平掉的這邊 你請他手伸起來 做這個動作 他也會有單邊手 沒有力氣掉下來的現象 或者是他自己就在症狀上 發現說單側的右邊的手腳 同時有一個手腳無力的現象 那相對於中風不一樣的症狀 周邊形的所謂顏面神經麻痺 它影響到的神經 包括上半部的跟下半部的臉 是同時影響到 也就是說我們除了這邊的臉 一邊法令紋比較平 那講話比較不清 同時也會有受損的這一邊的眼睛 它閉不緊的現象 就是說我們這邊是正常的話 請病患用力閉眼睛的時候 可以發現是左邊閉得住 但是右邊就閉不緊 而且顏面神經麻痺的病患 它通常就是只有臉的症狀 它不會合併手跟腳的症狀 因為希望能盡快復原 張先生也同時尋求中醫的協助 以中西醫聯手的方式 讓自己早日擺脫顏面神經麻痺造成的影響 我們現在幫你做針灸治療 最主要是治療臉部 我先幫你消毒一下 會覺得會有一點刺刺的 會有一點刺刺的 我先徵臉部的桶子療穴 它具有那個 就是可以開你的眼翹 然後讓你的臉部的肌膚 不會那麼緊繃 第二個穴道是聚療穴 在眼睛下面 它可以緩解你眼下的肌肉 那個緊繃感會接觸 然後第三個穴道是銀香 這個穴道除了可以通筆翹之外 對你嘴角的活動度可以增加 接下來幫你增風磁穴 它可以曲風、善寒之外 然後對你的頸部的肌肉 也可以放鬆的作用 那你回去也可以按摩這幾個穴道 可以幫助你裡面神經麻痹的一個復原 好的 顏面神經麻痹雖然屬於現代病 但在中醫的古籍中 早就記載過類似的病症 顏面神經麻痹就是中醫的面癱 口屁跟口歪 中醫在治療顏面神經麻痹 最主要是讓細血癒是能夠得到改善 然後能夠浮正去血疏通經絡 顏面神經麻痹 西醫最主要處理急性期的患者不適 中醫最主要是運用於穩定其 面部的痙攣 其調整的患者的體力 然後中西醫結合彼此相輔相成 顏面神經的治療並沒有特效藥 除了配合醫師的復健方式之外 讓生活正常提升自我免疫力 避免病毒再度趁虛入侵 也是非常重要的 有固執 在房子中 呢 中文字幕 李宗盛